有困難的就是因為我想要 我想要團購 我要囤獲就是彩妝界的口碑盛品 因為我是一個小織女 可是很常就是市面上 都會推出一些很新的一些彩妝 然後上面都寫說 很好用... 可是當我真的去嘗試 買回來的時候 不是那麼一回事 對 真的不是那麼一回事 就有時候很常失望 所以我就想要希望可以 老師有沒有推薦什麼 就是彩妝界裡面一定要買 一定要囤獲的東西 不賣商品 真的不賣商品 就是自己買了 他不會想要送人 對 因為你不會想要送人 你會想要把它鎖在倉庫 就是我們捨不得送人的 對 我們要知道這個 我今天有帶來幾樣 就是2018年的口碑盛品 好 老師我讓你示範一下 我怎麼自己跑下來 我也可以 我可以全面 2018都不做了 對 就是2018 因為就是還是要讓 經過市場的考驗 對 那我今天帶來的 這個就是在眼影盤裡面 就是排名銷售第一名的 真的喔 然後這個是法國的 外雙C的那個品牌 對 然後它在2018年的時候 推出了這個眼影盤 它就是剛好有搭上那個 莫蘭迪色的蜂巢 所以這個眼影盤 它一推出就是 完全買不到 就是 老師那你介紹給我們幹嘛 我要推 妳要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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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起 妳買不到 不是完全買不到 老師這樣就好帥 老師連手都不送妳喔 不是買不到 不是買不到 那幹嘛要出啊 沒有啦 就是 一推出就是銷售一空的意思 不會買得到嗎 對 還是有買得到 買得到啦 就是要搶啦 對 只是說妳現在可能買不到了 不是 要搶一遍 我跟妳看 到底買得到買不到 就是總而言之就是這個眼影盤 賣得超好的就對了 不好買 不好買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品牌 就是它是一個歪開頭的 一個法國牌子 然後這一支唇膏 就是它一推出有一個小外號 叫做小金條 因為它做得很像一支金條的感覺 對 然後它轉出來是 像很多口紅 它們轉出來是圓形的 它轉出來是一個方形的 那這個技術很難 對 這個做口紅的技術很難 因為你轉出來 要剛好都是正方形 有一點難 然後它設計成這樣就是 因為它前面的這個尖端 可以很方便的讓妳畫唇峰 對 然後妳就是畫各種角度的話 妳就不用再用唇線筆 好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 我們剛剛介紹的就是幾個 比較厲害的口碑的聖品 那今天我帶來了 這才是刺銷 沒有 我今天有帶來了一個吉佳 吉佳要變成大家爆買的那個 就是 買不到的聖品 買不到 快要買不到了 這個就是一個日本的一個品牌 彩妝專業品牌 跟法國的一個巧克力合作 難怪 對 然後很多人去法國旅行的時候 都會買這個牌子的巧克力 對 然後它就跟這個非常專業的彩妝品牌 合作出了一系列的彩妝 然後包括像化妝箱也是 好可愛喔 然後它就做成一個巧克力的 對 好可愛喔 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所有的彩妝 就是完全就是跟巧克力有的關 然後呢 像這個眼影盤 它就是做成一個巧克力盤的一個 包裝 然後呢 這一整組要上萬吧 裡面的這個眼影 它完全就是有那種巧克力的香味 對 所以你在化妝的同時 你的眼影它還有那種巧克力的香 然後像這一支巧克力 有威士忌的味道嗎 有紅酒的味 你看喔 這是口紅 巧克力色 然後你聞 它是巧克力的味道 好想吃喔 對 真的有巧克力 它真的有巧克力的味道 真的有 是巧克力 而且是那種很甜的巧克力 對 不是苦的 是甜的 不是黑巧克力 真的巧克力它就是 是不是 對 巧克力 巧克力調 還有熱可可的感覺 真的 家裡有小孩要小心 小孩子拿起來直接吃吧 好 然後我們就幫永兔 來幫他用這個就是 巧克力 巧克力的彩妝 巧克力的彩妝 巧克力色的口紅 好 然後首先我們就是上眼妝之前 你的眼皮最好不要上粉底液 因為像很多人就是眼皮 會上粉底液的話 到中午這邊卡一條白色的線 對 所以記得你在畫眼影之前 不要畫粉底液在眼皮上 但是眼皮看起來黑黑的 你就用一個膚色的 先幫它打底 好 然後我們用完這個膚色的 幫它鋪完它的眼皮的 這個打底之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幫它選擇一個 帶有一點點 咖啡色系的這個霧面的眼影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 幫它鋪在它的眼皮上 然後暈染的位置就是靠近在 這個眼窩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後眼睛打開 它就會有一個很自然的咖啡色 然後剛剛我們幫它用的是 一個霧面的就是棕色的眼影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讓它的眼妝 更有層次感 我們剛剛是選擇一個棕色 我們就幫它選擇一個 酒紅色的比較深的 這顏色都滿美的 然後我們一樣也是 紅色喔 對 加酒紅耶 酒紅色 這是不是只有眉藍才能畫 像我們這種 可以啦 很深的感覺 也是可以 然後我們一樣用橫向的 因為我們今天想要 自然一點的狀 我們就用橫向的 然後這樣暈開來就淡淡的 對 很好看 它就會有一個漸層 所以下筆的位置很重要 你只要放進 靠近睫毛的根部 你結塊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好 然後我們眼睛打開 它就會有一個 好看喔 好深色喔 好深色喔 好 然後下眼影的話 我們一樣再用這個 棕色的這個顏色 那下眼影為什麼 就不用用那個膚色的 因為我們剛剛上粉底液的時候 有稍微幫它上一點點它的 所以下眼影可以 打粉底的時候 可以打到下眼影 對 上粉底的時候 你可以上到下眼影 下眼皮 好 我覺得還滿好看的 好啦 還沒有完妝 接下來我要幫 永兔用的這個眼線液 也是在2018年 也是爆 就是爆賣的一個商品 它是一個開架式的眼線液 我有 我有兩支 對 然後今年它又推出了這個是改良版的 因為像很多人在用眼線液 有一些初學者 他可能筆觸不是那麼的熟臉 會懂嗎 他可能畫到一半就乾掉了 對 或者是說它畫起來可能就是不夠順 然後它今年就出了這種就是 它是自來水筆 前面是像毛筆的那一種毛間 一直出水 然後它會一直出水 所以不管你畫多久 它都不會乾掉 所以你在每一次畫 它就每一次都是很黑 你看它每一次畫 每一次都是很黑 你就不用一直在那邊 反覆的蓋蓋子了 好 我們先幫它畫一點點內眼線 好 我們剛剛用這個就是眼線液 稍微的幫它畫了一點點內眼線 內眼線 對 接下來我們要讓它的眼神 看起來更有神 所以我們就幫它用睫毛膏 這一支睫毛膏也是在開架市場上面 賣得非常好的這個牌子 跟剛剛那個是不是以同一個 同一個牌子 然後它今年推出了這種 就是有一點點 深紫色的 紫色的睫毛膏 因為像它今年會推出這個 就是因為市面上今年很 沒有人擦過這個顏色 就是今年很 賣不好 不是 今年的口紅都是流行那種 就是泥土色 對 乾燥眉 乾燥色 然後眼影也是大地色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用一個紫紅色 就可以讓你的妝看起來更年輕 對 因為像很多人畫這種妝 就會感覺好像 大地色很容易變老 對 然後你又刷黑色睫毛膏 就會感覺好像妝看起來很成熟 對 所以你就是 在畫這種大地色的眼影的時候 你加一點點 深紫色的睫毛膏 就會讓妝看起來比較年輕一點 好喜歡這個顏色 好 然後剛剛我們就是 幫它刷上這種 深紫色的睫毛膏之後 它的眼影的整個妝感 跟它的那種 漂亮的那種紅感 就會被帶出來 而且妝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兇 對 如果說你畫這種紅眼妝 你再刷黑色睫毛膏 妝看起來就會有一點太利了 接下來我們幫它選用的 也是一個即將要被大家爆買的 一個唇彩盤 然後全部都是這種紅色系的感覺 然後它配上的是一個刷子 就是有別於一般的唇刷 對 然後我們幫它選擇一個 黑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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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色是黑嗎 是咖啡嗎 還是什麼 我們可以配 自己配 最後一個是什麼顏色 對 它是有一點深棕色 深棕色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 好時尚 真的 它就是像刷眼影這樣子 用刷的 有點透明 對 它是有一點 還好 其實有 有一點點 有 但是是好看的 對 有點像護唇膏是不是 對 它就是有一點透透的 然後就是可以讓你自己加重層次感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讓妝看起來 比較明顯一點 你就可以加重一點 明白 然後像你要自然一點 你就是需要淡淡的這樣 我覺得現在好秋冬妝好好看 很有個性 好看 有啦 好美 就會有一種很漂亮的一種秋冬的 一個很漂亮的秋冬妝 超美麗的感覺 對 這個就是我今天幫它設計的 就是最新的爆買的商品 有巧克力色系的眼影 搭配紫色睫毛膏跟深棕色唇彩 就很有秋冬的感覺 時尚又有質感 今天三位大師介紹的所有商品 到女人我最大的app 趕快下載喔 你就知道在哪裡買啦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Bye 謝謝 Loyola 這是 k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